Hello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韬光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开箱本月SHF龙珠的通贩新品 超赛特兰克斯 潜藏在体内的超级力量 外盒正面有大特的图片 靠下的位置能不能看到 这款是在中国制造的 钢板使用了银底的红毛贴 盒子其他几面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封底是各种玩具的细节图 打开外盒 说明书印在了侧封内部 吸塑包的分布 中间是本体 左上是替换面雕 右上是暴虫手臂 其他地方是替换的手型 配件不多 相比原版的 普通状态的头雕也整个取消了 配件部分先看面雕 一共三种表情 分别是严肃脸 咬按脸 怒猴脸 虽然经过了重途 但是面雕还是早期龙珠SHF2.0的风格 不算特别的精致 其中这个严肃脸 是这次新增加的 取代了之前的斜式面雕 牙牙脸中规中矩 如果不搭配在这个发型上 你说它是悟空 也说得过去 最后的怒猴脸还算帅气 从不同角度看的 都比较生动 手型方面也仅有三对 分别是握拳手 一对发波手 还有一对战斗中的手型 都是非常的基础 配件部分最后是抱胸手臂 拔下双臂把三角肌推出来 然后装上去就可以了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装的 回到本体 这款经过的重新配色和觉醒超赛之血 背基塔是搭配的 头部使用了珍珠色风格的涂装 整体水口处理的也不错 只是辫子接口的地方有比较明显的合膜线 靠下的位置还有一个水口 虽然这款大特头发比较的多 但是从侧面看 面雕和头部的缝隙也还是藏不住 身体的蓝色比较的深 手臂内侧有明显的水口 双腿内侧水口修的就相对好一些了 不是很扎眼 可动方面低头45度 仰头背后发阻挡只有20度左右 左右歪头只有有线的角度 头部可以旋转360度 手臂平举可以达到水平线 上举被战斗服干扰到无法垂直于地面 前屏举双拳几乎可以贴在一起 大臂可以自由旋转 手肘腕区超过了130度 鞠躬40度 后腰差不多也是30度 修复关节可以旋转一定的角度 这里也可以拔高 腰部关节相当的紧可以旋转 在其他方向上没有什么可动范围 宽关节正踢70度 腿下后拉50多度 膨插90度 大腿关节可以旋转一定的角度 膝关节弯曲130度 踝关节还是老战斗服的这个特点 可动性差 容易露出关节 前腰掌可以抬高 关节也比较的紧实 脚底有刚硬 老实讲整个体验下来 这款SHF超赛大特 潜藏在体内的超级力量 属于那种最无聊的变相载板 阉割配件 不痛不痒的重突 加上没有新的设计 整体上没什么亮点 还无法平替老板 让购买的玩家总觉得不够尽兴 如果说优点 那就是整体属于龙珠SHF质量 在线的水平 没有太多硬伤吧 OK 以上基本上就是这期的分享了 如果对您所帮助 请给up主一个赞 喜欢龙珠 别忘了订阅韬光 我们下期见